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余,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今年4月,中国网路上一篇鼓吹躺平的文章横空出世 引起年轻一辈热烈回响,甚至在亚洲各国都引起共鸣 大家把原因归咎在普遍存在的高公司和高竞争现象 但在今年6月,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竟然也出现了躺平的声浪 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大赤之潮 这让人好奇,一般外界认为这场内卷现象轻微的美国 为什么也会出现类似躺平的现象呢 美国和中国的躺平到底差异为何呢 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 截至6月就有超过1000万个职位空缺,是20年以来最高 另外,光在今年4月就有超过4万人辞职 5月有360万人辞职,年纪大多在25至40岁 正是职场的主力年龄 虽然也有几百万人在找工作 但民调发现,事业人口里面有高达两成人没有找工作的意愿 几个美国大零售商也为了争取员工不惜提高薪资 能让老板们愿意让步 凸显出辞职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不小的问题 各大媒体都对此进行报道 称这种现象叫做大赤之潮 意思是,劳工宁愿丢了工作,也不想待在原本的职场 加州圣地雅各一间早餐店的主管 杰瑞米就是大赤之潮的一份子 告别做了26年的餐饮业 长期以来,这间早餐店都有人手不足的问题 让杰瑞米每天工作量都爆表 服务业必然面对的心酸当然没少过 有不戴口罩的奥克害杰瑞米确诊新冠肺炎 还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太太 让他气了好一阵子 疫情高峰时,加州封城 早餐店让杰瑞米休假在家 就在这几个月内,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有巨大变化 像是他有时间替两个孩子布置一间游戏室 不知晚,他说,我一岁和五岁的孩子脸都亮起来了 每天还能好好下厨替家人做饭 在42岁这年,杰瑞米体验到 如果不必每周在餐厅工作50到60小时 会是什么样的人生 疫情趋缓后,本来应该要回店内的杰瑞米勇敢递出辞城 暂时用失业救济金过活 同时他决定滔入保险业 试着让自己每周工作降到40小时 近期来,美国做出跟杰瑞米同样决定的人不计其数 从推特上的一则火红贴文可以看出端倪 这条推文只有短短两句话 我不想要拥有事业了 只想要坐在门廊上 简单的内容激起无数人的拱鸣 有人说,这就是为何自己要辞掉在纽约的工作 还说,就算当主管的薪水 也不足以弥补为了工作牺牲的一切 另外有人说,自己只想要一份堪用的薪水 然后回家过他的小生活 一些知名的专栏作家也开始鼓励人们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工作 多少钱做多少事 剩下的时间留给自己的人生 仔细观察美国这股风潮 会发现大概可以分成几类人 包括像杰瑞米那样 对工作倦怠而辞职 想要找到能跟生活保持平衡的新工作 有人则是单纯的想要喘口气 暂时逃离资本社会的快节奏 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谋求更高的薪水而辞职换工作 有研究机构调查发现,在这波辞职槽里 美国劳工们在构想新工作时 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工作的弹性 像是工作的时间和地点能不能调整 有趣的是,就算是收入较低的族群 灵活性也是他们寻找新工作的主要诉求 薪水的考量反而是其次 照理来说,对工作不满很正常 问题在于,为何大众会在相近的时间点选择辞职呢 不少专家认为,过去几个月,美国出现的辞职槽跟疫情有关系 在疫情爆发之前,人们每天正常的上下班 虽然对工作有怨言,但因为习惯这种生活方式 比较难做出辞职的决定 这到疫情爆发,很多人被迫在家休息或工作 这才发现,自己的身心早就因为工作负荷太重 没有成就感,薪水福利太差 或是没有受到重视而疲惫不堪 其中,18到39岁的人倦怠感最强烈 在各项调查里,他们也是最想要辞职换工作的族群 可以说,一心意外的让不少人脚步慢了下来 有时间反思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发现把时间拿来做其他事情有多快乐 而美国政府的援助措施更进一步强化大众辞职的勇气 除了对成年人发放多次救助金 还大幅提高失业救济金,每周多了600美元 当人们发现,事业还有不错的救济金可以拿 甚至对有些人来说,这笔钱比原本自己的工作薪水还要高 理所当然的,会增强辞职的动力 不过因为财政压力,以及为了恢复就业市场 美国已经调低了救济金 有些周更决定不发了 希望劳动力因此重返职场 除了对原本的工作感到待倦 有一件事也推动了辞职潮 就是远去上班 美国一名叫做卡布雷洛的软体工程师接受媒体访问 细说辞职原因 他说自己才27岁 但却因为生活步调太快 连头发都变得稀疏 疫情期间他都在家远端办公 结果发现心胸整个宽广了起来 有更多的时间打理家里 跟家人相处 下班后因为不需要通勤 还能有足够的时间游泳运动 因此当公司要他回去上班时 卡布雷洛决定辞职 他说我现在真的很珍惜自己的时间 美国的大辞职潮中 有一个重要的诉求 就是把时间留给生活 这跟中国的躺平现象有点类似 以下把两者做个比较 先来快速回顾一下中国的躺平现象 今年4月 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叫做 躺平即时争议的文章 作者对社会提出尖锐的反思 认为现代人的压力 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 以及长辈的传统观念 因此他决定躺平 用打零工维持慢节奏的生活 不少人把问题归咎在中国各产业的激烈竞争 年轻人拼尽全力 想要出头 却没有得到多少成效 承受巨大的压力 却只能混口饭吃 尤其是科技业的996公司 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一周工作6天 更成为无数年轻人的生活日常 在不想被割韭菜的前提下 躺平成了抵抗的办法 至于美国的大吃之潮 情况似乎比较复杂一点 它不是单一的原因 导致整个世代对智商的不满 而是疫情让这些不满有改变的空间 像是一个盒子 装了人们各式各样想要离职的原因 疫情就是一把钥匙 把盒子打开后 人们有机会正视自己的部门 嫌薪水低的人可以准备跳槽 想要追求生活品质的人 可以降低工作时速 想要留多一点时间给自己的人 可以找寻远端上班的机会 还有一个美中之间比较大的差异 经济学家分析 美国就业市场上 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新机会 所以劳工们敢于辞职 有可能会找到比原本理想的工作 但这种现象有个隐忧 就是劳工的技能不一定能跟上职缺的需求 反而造成长期失业 这是富裕国家比较常见的问题 不过两国有个共同点 无论你是中国劳工发现竞争的空虚 还是美国劳工发现对工作感到倦怠 背后问题都是工作和生活的失衡 现代人为了拥有美好生活 往往把工作排在首位 牺牲从事兴趣的时间 忽略跟家人的互动 躺平和大赤字潮中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在于此一传统工作形态 重新思考公司 收入压力和个人生活的关系 至于美国大赤字潮 是否会继续延烧下去 专家认为 随着孩子的开学 疫情趋缓 纾困福利停止 人们面临经济压力 将会加快找下一份工作的速度 但能否填补巨大的职场空缺 有专家预估 可能还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 职场环境也可能因为这次疫情出现改变 开始有公司为了信员工进来 推出更有弹性的职缺 不过资方和劳方还在拉锯中 像是Google 就因为调降远距上班员工的薪水 遭到外界抨击 脸书跟推特也针对搬到比较偏远地区 采取远端上班的员工实施减薪 理由是他们的生活成本比较低 至于Reddit等比较小型的公司 则主张不管员工在哪里工作 薪水都是一样 中美不约而同的 出现对工作与生活形态的反思 也预示着这是时代的潮流 随着远距上班 周休三日的出现 未来我们在工作这件事上 或许会有所不同 好了 这一集的穷涩就到这里 为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 咱们 咱们 我们下期见 调查 vet 否 应该 船 小